我會看一下有沒有用Photoshop相關技巧 有沒有用AI的部分 當然我是舉Fileflight的平台 當然你也可以用別的 如果用別的更加分 因為你可以跨出去 因為其實AI的平台很多 我覺得目前相對成熟的應該就是 Adobe的這個平台 至於它裡面能夠幫我做到哪些事情 前面都有講過 比如說包含你可以用文字 給它一個敘述 它幫你產生 但是記得這邊請你用 所謂的白畫文 不要用文言文 OK 另外的話可以續背 可以幫你產生一些 文字的部分你也可以透過它 Photoshop裡面也可以用文字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去嘗試 所以我希望你們的心得裡面 盡量就是說如果你有嘗試過 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心得裡面敘述一下 哪怕你做過 做出來的結果 不成功 或者是不如人意的話 你也可以敘述一下 老師我用過哪個平台 做出來的結果怎麼樣 我發現好像還是不如 FileFlight 那也可以 至少我知道說 你有努力過 努力這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你有努力了 然後雖然結果不一定是 很正面的 但是至少你努力過吧 OK 我是覺得 你今天要讓別人知道你很正面 我覺得這個如果加上人家職場上 尤其是你面試的時候 或者是你那個 履歷表的次轉上面 我確定讓別人覺得 做不到沒關係 但是你願意努力 OK 這個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所以期末報告我是希望看到 你努力哪一些 包含就是 Photoshop的那個 上課用到的技巧 你也有講一下 然後呢 AI的部分 尤其是AI 因為AI現在真的是 非常 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真的用到AI的部分的話 你盡量讓我知道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或多或少 我也可以 稍微從你們那邊得到一些訊息 因為畢竟 我不可能說包含包含 每個地方我都花時間去試 OK 那我也至少知道 哪一些平台 其實他做的結果怎麼樣 但是目前好像 或多或少剛開始 是免費的 可是之後會慢慢會要收費 這是 必然的 OK 然後呢 內容部分 與文學相關的作品 大家我講過 你不用整篇 或者整 整首詩 你就是給一句兩句也沒關係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 一句話也可以 比如說像 什麼 以前古人講的 哪怕是 《論語》 《孟子》 《荀子》 《荀子》 《老子》 裡面的一句話 OK 那也可以 OK 或者是什麼 禪宗等等 反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張愛玲小說裡面的什麼話 有沒有 這是經典 經典中的經典 你不會 不知道真的是不行 OK 那你就可以 把它 這個 當成一個作品 然後 把它完成 那裡面的話 至少包含一些圖層 主角 背景 跟文字 OK 那文字圖層 這邊注意喔 做文字 我剛剛同學好像有問 文字你要選的 每個人都記得要用文字工具 然後呢 它的面板是以藏的 所以記得喔 你如果要選那個字的話 一定要先用文字工具 再去點文字 再去點上面有一個面板 那個面板顏色 比如說像剛剛同學問說 字要怎麼改顏色 因為預設是黑的 背景就黑的 你用黑的 那完全看不到字 所以呢 修改的方法很簡單 字打上去之後 然後呢 再用文字工具上面有一個面板 這個很重要 面板要點一下 那個面板才會出現 那個面板是隱藏的喔 所以如果你沒點 你就沒辦法設定 這個可能要 特別小心 其他我覺得倒也是 蠻簡單的 其他就是配合一些濾鏡 或者是說上個禮拜我們有用到那個什麼 一些那個 塗層的 一些選項 那裡面的話有非常多的效果可以用 反正啦 你用越多越好 然後最後心得的話呢 稍微交代一下 你 到底 用了哪些技巧 融會貫通 然後呢 甚至你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那你如何解決 甚至啦 我不確定如果這個東西 問Charge VT 他能不能 幫上忙 因為我 沒有 同學都搖頭喔 因為好像這個部分 Photoshop Charge VT 好像真的 沒有 太能夠幫忙的地方 OK 其他 Copilot 不知道可不可以 Copilot也可以 幫你產生圖喔 OK 就是那個微軟的Copilot 那其實你們也不妨可以試試看 這個我覺得都是試啦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AI 因為AI其實是應該如果這樣算下來 目前應該算是AI的 第二年吧 因為去年 Trumpet才 整個上限 不過上限馬上就 爆發了 那你說 這個 誰受益喔 其實好像最受益的就是那個 做AI的伺服器的那一些公司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美國很多 公司 整個 突然非常賺錢 像市值最高的那個輝達 其實就是做伺服器晶片 裡面 最重要的心臟 GPU的部分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些 自己稍微看一下 腳交期限的話 就是 6123 其實還有三天 今天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點時間 所以 第一個請各位 先幫我開啟這個 210這一題 208也可以啦 208我覺得 比較 這個複雜一點點 所以我們用 210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我們先把這個題目先打開 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們先把這個 題目到底要做出來的結果 先開一下 這個我已經把它先放在桌面上 210的題目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先看一下那個 Tiff Tiff Tiff檔的話 是哪一個 Tiff 這個是Tiff 做出來就長這樣 那你會發現它分成幾個 幾個部分 一個是背景 背景的話是一個旋轉 那這個背景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這個PSD02 PSD 弦 的不透明度是為50 再負責三個 然後不同的角度 他角度他沒有講要怎麼旋轉 所以你任意旋轉都可以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在開啟 開啟就檔 找到PSD02的那個PSD檔 這個就這一個 Adobe的這一張 就這一張 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找到 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在哪裡 其實就在塗層 所以你先點一下射板 再把它切回來 它的 塗層就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塗層裡面就有不透明度 那不透明度的話呢 他說要把它改成多少 百成50 再複製 三個 改變角度 至於改變多少 他說接近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 把不透明度先改成50 那你可以看到 50之後的話呢 就長這樣 OK 不透明度 接下來的話 再複製三個 所以第一步 50 OK 第二步的話 複製三個 所以複製塗層 三個的話呢 第一個就01好了 第二個的話就02 所以按右鍵 直接再複製塗層 記得喔 按右邊這邊 不要按左邊 複製塗層02 然後再按右鍵 這邊複製塗層03 三個 01,02,03 那把01,02,03 做不同角度的旋轉 旋轉的話前面我們有講過 任意變形 但是第一個H是 水平寬轉好了 OK 第二個的話就做 垂直寬轉好了 反正他沒有講什麼角度 那你就是多K 一個是水平垂直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也許就是 把它旋轉180好了 OK 看一下 好像就有轉來轉 反正就是說 讓他有 不同的角度變化 至於 什麼樣的角度 其實他並沒有 特別說明 所以只要能夠 我剛剛是先做水平垂直在180 這樣應該OK吧 然後呢 當然最終是跟他 他接近為原則 只是說你會把他後面根本看不太清楚 也只是轉來轉去 當然這邊可以看出一些些 看起來好像都差不多 OK 那這樣子 就完成 這一題的 第一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要打開這個 然後不透明度 再複製 三個 OK 01,02,03 好 然後呢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開這一張 然後把它分別完成 所以今天把這邊做完 那方便先還給錄一下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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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